Hola Senors, Bienvenidos de vuelta, Decado Español 那今堂我们会讲什么呢? 就是我希望在第三课开始之前 讲这个Nan,就是Sudantibo,之前 我们就讲讲我们怎样在这个word里面 去入一些西班牙文的字 所以你看到我今堂的topic 就会是讲这个Decado Español Decado,就是keyboard 就是这个键盘 Espanyol就是西班牙的 就是Spanish Keyboard 你会看到形容词仍然在后面 Spanish Keyboard,叫Decado Español 就不是Espanyol degado,不是调转的 那这个是西班牙文的键盘 那下面这里我就掌握了一个画面 就是西班牙文的键盘的时候 当你转了西班牙文输入法 那个键盘就变成这样的 所以你看到我们就可以打这个符号 这个很特别的符号可以输入 我们也可以输入一个调转的问号 调转的感叹号 感叹号 和正常的问号 那这个就是西班牙文的键盘 那我们怎么进入到西班牙文的键盘 那我们怎么进入到西班牙文的键盘 那我们回到这个位置 就是我们没开始说这些东西之前 那我希望大家回去看看 就是今堂我们会是 Lexión de Español de los dos unos 即是3.1的Lexión de los españoles Decado Español 就是Spanish Keyboard 那我叫Tom 这个是我的Email address 和我的website 正当929的website 这个有个929的 那我经常都不记得了 订回这个 那这个是上堂的link 就是youtube的link 2.4的那个 Decilla Aura 就是讲关于时间的youtube的link 那这个也是你的word的document 就是我们这个word的document 你可以上去这个website 那里去download 那这个位置就是 我youtube的channel 就是整个channel 你可以看到的 OK 那事不宜迟 我们讲回Microsoft Word里面 那在Microsoft Word里面 如果大家 希望可以是 打到西班牙文的字 好像这个adigula 这个字 adigula 这个字 或者打一个senior 那个字的话 我们应该怎么打呢 譬如我在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那么小 这个位置 大一点的字体 那如果我打回senior 那我就转回去做西班牙文 你看到这里 我可以转回 我安装了西班牙文思路法 所以我转回做西班牙文思路法 OK 那接着我就打senior 打senior se 那这个n字上 有个se 就是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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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r or 或者我打一个articulo 就是下一个articulo articulo ar 我打一个单引号 接着才打 i 就可以打到 i 上一个articulo 你就可以打到这个 我把这两个字放大给大家看看 我打了什么 你看到 我可以打到这个字母 还有这个字母 这个就是articulo 和signor 那我怎么打到这个呢 我怎么去拿西班牙文输入法呢 那个做法又是怎么样 我现在就做一次给大家看 在window 10 我正在用的window 10 在window 10这个位置 你可以看到 这个位置 这样的 如果你打开下去之后呢 你见不到西班牙文输入法的话呢 你就去language preference 这个位置 打开去language preference 那你就开了language preference 那个的window 等一会儿 在开language preference 那个window 就是这个window 那你开了这个window的时候呢 你可以看到呢 你选择region and language 左边选择region and language 选择region and language by default 这里是没有西班牙文输入法的 这里是没有的 OK 那你怎么加回西班牙文输入法 如果你见不到这个的话呢 OK 那你就可以按这个 act OK 然后移这个位置 去spanish 即是s字头 你打回s 可以了 那你就可以找到西班牙文输入法 这就是spanish ok 那你一边移择region s字头 就是span 再移择 这个差不多了 obq sp espanol 你见到espanol就出来了 ok 那在spanish 里面呢 你见到有espanol agandina bolybiyer 波利维亚 或者智利 很多地方都说这个是西班牙文的 当然如果你是 进入西班牙文的私入法的话 你就最好选回Espanyol Espanya Espanyol Espanya 就是这个 我安装了 所以你看到它蒙了 如果你还没安装的话 就是还没蒙的 那你就可以选择它 我现在选择另一个 我示范给大家看 当这个是Espanyol Espanya 那你就选择了它 接着你按下这个Next 即是我要安装了 那你安装的时候 记住一样东西 当你安装一个新的语言 即是一个输入法 到你那个电脑里面 你记得关掉这个 Set as my window display language 如果你不关掉这个的话 下一次你登入的时候 整个画面都会变成西班牙文 那如果你刚刚学西班牙文 这些字都变成西班牙文 你可能不会看的 那你又回不了转头 因为你不懂得看那些字 说什么 未必回到转头 你未必知道 哪个叫install 哪个叫cancel 所以 虽然你会看到的字 差不多 你都猜到 但是你未必看到 所以你记住 关掉这个 你才按install 我现在不按install 你真正应该按install install完之后 过了一轮 你这里就会看到 Espanyol Espanya 刚才如果你选择 Espanyol Espanya 现在这里 你会选择Espanyol Espanya 你又可以选择这个位置 选择这个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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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和英文的United Kingdom 英文里面有United States 和United Kingdom 那两种选择都可以 入到都不会知道 那其实呢 英文来说 分别不大 那就是西班牙文 你入的 Spanish Span 和Spanish Chili 或者是 Bolivia 就是 波利维亚 那些地方的西班牙文 可能会有少少不同 入了之后呢 你可以怎么做呢 那一般就是英文输入法 那你就打不到这个字母 也都打不到这个字母 如果是英文输入法的话 那如果你说 ok 西班牙文输入法 那你首先呢 按这个 跟着这个 Spanish Espanyol 西班牙文输入法 那按了之后呢 你就会见到 你可以打了 A-Z 就没有分别的 那如果你要打 母音 A-E-O-U 那就是A-E-I-O-U 的母音上都有一片 就是Action Mark 就是重音的位置 好像这个 那你可以怎么做呢 你可以打一个 单印号 那什么叫单印号呢 就是这个 Keyboard上的这个位置 OK Keyboard 上的这个 这个就是单印号 那你先打一个 单印号 再打一个 A-E-O-U 就是A-E-I-O-U 就是任何一个 母音 它就会出现到这个 那我们试一试 我听到Word 我现在打一个 单印号 跟着A字 那你见到A字 上高就会有一片 OK 跟着单印号 I字 上高就有一片 单印号 O字 那就上高就有一片 OK 单印号的U字 OK 还有单印号的E字 OK 单印号跟着E字 那你就会上高有一片 就是我们可以打到 这些符号 好似 Adiculo 那我就可以打 D 那接着单印号 I Gulo Adicu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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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些文 或者是一个 我们叫做 什么词呢 观似 这个我叫做 Article 那等一下我们 第三点二的时候 我们会讲Article 就是观似 在西法牙文上 是怎么用的 但是首先 我们懂得如何入 这些西法牙文的文字 那现在我们试入的话 我们就可以入到 类似这些文字 Very good 那接着呢 另外一个 比较特别的文字 就是西法牙文里面 一个句子 OK GOMO EXTER 就是How are you 的话 句子 那个文化句前面 有一个 调转的文号 调转的文号 我们是要选哪个呢 你看到这个 你按着Shift 就是这个Shift 这个是Shift 这个是Shift 再加这个符号 就是一个调转的文号 按着Shift 就是这个 即0字旁边的 这个 就一个文号 正常进入一个文化句 例如我们 进 GOMO EXTER 按着Shift 进入了这个 你可以先进入了这些调转 我们先用 打GOMO EXTER OK GOMO EXTER 接着再按Shift 按这个符号 我们就可以进入这个 文化句 对不对 那你看到GOMO EXTER 那这个文化句子 前面 后面 都是加这个 OK 但如果一些感叹号的句子 即是 一些感叹词的句子 我们就可以加一个感叹号 调转的感叹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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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个符号 没按Shift 按这个符号 即是你的keyboard上的等号 keyboard上的等号 这个就是0字 再隔两格等号 你会见到 就是一个 调转的感叹号 接着你打回那个感叹词 即是那个字 接着再打回正常的感叹号 即是按Shift 按一字 这个就是正常的感叹号 OK 正常感叹号 就完成了一个感叹的句子 例如我们试一试 例如我说 拜拜 Adios 这个就是 那我就 不按Shift 按这个 我就Adios 好 Adios 接着按Shift 按一字 这个感叹号 这个Adios 就是前面 就是一个 倒转的感叹号 对不对 后面就是一个感叹号 这个是感叹字 这两个符号 是西北南文独有的 不是独有的 就是西北南文独有的 那么 英文就会没有的 因为英文只是后面的感叹号 问好就算数 这个我们称为一些 特别的符号 你可以入个N字 N字 N字就是N N字 N字这个符号 也是一个特别的符号 N字 N字 我们怎么入呢 N字也是一样 在键盘上 你可以入这个分号 平时是分号的地方 L旁边是个分号 对不对 如果英文键盘的话 你按这个位置 就是分号 但在西班牙文键盘 你按这个位置 就是N OK 你按个分号 N字 你可以入到N字 上去有个小蛇 OK 如果你知道这个键盘 如何用的话 这个键盘 如何拿出来 如果键盘 如果键盘 突然间你不记得了 你可以按下 Window 里面 这个Task Bar 你right click Window 10下 你就会看到 有一个叫做 Show Touch Keyboard Button 按下 现在是关掉的 by default 可能是关掉的 你可以right click 它 就按下 Show Touch Keyboard Button 按下 按下 你会看到 这里有一个键盘 OK 你按下 这个键盘 它会出现了 键盘 现在我选择了 西班牙文输入法 所以它会出现了 西班牙文的键盘 你可以按 当然 你按这些 就没有你打字 那么快 你打字 最好用键盘 去打字 就会快些 这里你也可以按 如果我想入某些字 在这里 我可以把键盘 按出来 例如我把键盘 在这里 我可以开个键盘 去按出来 我可以按 这些字 比如SD N N 这个 单印号E 我可以进入 这些字 但是 当然你寄属键盘 的位置 就比你 每次都弹个键盘 有些情况 为什么我要弹个键盘 就是 假设你有一部 你没有键盘 你又开一部 你想打 输入西班牙文 你就唯有这样做 这个是最主要的 方法 当然我关掉了 键盘 我就不需要这个键盘 这个位置 其实我也不需要 这个键盘 这个键盘 如果你转了 英文输入法 这个键盘 这个键盘 就转回英文 英文键盘 如果你转了 做 苍蟀输入法 你的键盘 就转了 苍蟀输入法 提醒你 不同的输入法 你可以进入不同的东西 苍蟀输法 当然你会 入苍蟀的话 你也可以 入苍蟀 苍蟀的码 也可以 这里 苍蟀的码 没有问题 这是 苍蟀字 中文字 西法文文字 西法文文字 或者其他文字 诗入法 都在这里做 这一堂最主要 我就希望 去 凭Windows 10 或者Windows 7 教大家 如何在文字里 打到这些文字 因为我们继续下去的时候 你不单只想听我 讲书 你也想自己去做一些笔记 做一些笔记 你没理由手写 我要用 用keyboard 用Microsoft Word 像我那样 用Microsoft Word 入这些字 我又如何入 我就全靠用这个方法 才可以入 今堂最主要 我希望可以介绍 西班牙文的键盘 Decado Espanol 西班牙文 Spanish Keyboard 这个键盘 的方法 书入法 希望大家可以 顺利地 可以做到西班牙文的笔记 以后大家 学会了西班牙文 好像我那样 虽然不是很聪明 但学会了之后 大家也可以 是凭 这个 书入法 做一边的文章 或者写一本书 教别人 如何用 大家可以分享一些 知识 就非常好 所以 到此时 到此时 拜拜 拜拜